這幾天台股爆大量 融資餘額增加 違約交割率 也是增加 所以台股是出現了一個 我認為是蠻小幅度的修正 但很多媒體分析師 看到了融資餘額暴增 違約交割率暴增 就持續跟大家分享 大盤會大幅度的修正 大盤要震盪 現在的股市 真的不好做 欸很奇怪 那我為什麼就覺得 超級好做 這一波是超級好做 我們連續6個交易日 已經出現25燈漲停了 那今天呢 今天我又有2燈漲停 所以累計7個交易日 我們已經27燈漲停了 別人最多就是5燈獎 我就跟大家分享 我們5燈獎根本不夠用 我們是Michael Jordan Michael Jordan Michael Jordan 而且23號背號 也不夠有我們用 因為我們已經超過23燈了 那可能要麻煩Michael Jordan 要改背號45號的時候 才夠我們用 因為我們要燈燈燈燈燈燈燈 一路燈到45燈 有沒有可能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那我們今天是哪兩燈漲停呢 來我們看一下瑞陽 瑞陽今天漲停 一開盤沒多久就漲停 索死死 那有沒有較勁 6月28號 瑞陽較勁 對不對 今天是不是漲停 漲停了 那另外還有一燈漲停是誰呢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有一檔蓋牌股叫做 最後的羚羊 今天 也漲停了 這檔最後的羚羊 到底是 哪一檔呢 我們為什麼最近操作的績效 這麼好 動不動 股票就漲50% 60% 所以我們今天要繼續公開我們的績效排行榜第4名到第6名 到底是誰 千萬不要做過今天的節目 投資握力 投資握力放贏未來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融合總金面 基本面 技術面 面面俱到的投資方式 掌握股價關鍵買賣點 歡迎加入我的相關媒體頻道 加入之後記得要 按讚 訂閱加 開啟小鈴鐺喔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頂級超盤手 我是分析師何基底 GD老師 那最近啊 我們可能真的 績效太好了 因為很多人 都覺得最近真的很不好做 人家股票大漲 人家股票大跌 像 中興店有沒有 本來漲得好好的 就突然大跌下來了 所以呢我們績效 為什麼這麼好 我就跟大家分享 現在是什麼時代 現在是AI的時代了 所以沒有做AI的股票 那都不會漲 沒有AI 真的都不會漲 你會發現 只有AI能 漲得順順的 一路的向上漲不停 那很多老師呢 就看到那AI說 漲太多了 啊不敢去買 去買那個 低低的股票 去買那個已經過時 歐非選的股票 歐非選 歐非選的股票 結果呢 越買越低 越跌越深 越買越低 越跌越深 所以你看一下我們的績 我們的績 真的超級好 真的全國第一 真的沒有人比我強 我敢發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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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7天亮27燈啊 7月12號5燈 13號6燈 14號5燈 17號5燈 18號2燈 19號2燈 今天 20號 又2燈了 比如說像仲奇 6根漲停 威勝4根漲停 偽創 3根 長家智能4根 是都非常的集中 所以我最近才跟大家秀肌效 跟大家講說我不只是亮燈 而且我們的肌效超級好 大家看一下我們的肌效排行榜 前12名 我們已經公佈了第7名到第12名了 你會發現我們的第7名到第12名 哇 根本就是別人的 前3名還要更強 我們的倒數3名 我們的放牛班 是別人的知憂生 你會發現我們倒數3名有沒有 技嘉 林陽創新 台新科 20% 25% 48% 你去辦很多老師的肌效最好最好就是 20%30% 我這樣講沒有錯吧 你有沒有看到動不動50%60%80%100%的 看不到吧 那可能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最近的肌效真的太好了 然後有一些同業派了一些網軍 過來我下面的Youtuber去做攻擊 我真的是 我忍住 好我今天還是要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在攻擊我什麼真的是 你看這是 昨天的 昨天我的影片 下面的留言 下面的留言你看 這留言啊 我不知道 你在講什麼他說以前節目還會分享標的 現在嘛要嘛就是分享一堆 沒有用的提示你覺得沒有用 真的沒有用嗎等一下我來一個一個解釋 要不然呢就是幫什麼會員進場很久的再去抬轎 不然就是在炫耀肌效而已 節目根本就是行銷工具沒有什麼實質的幫助 大哥 我想說一下 好的標的 真的每天都有嗎 如果每天都有不同的標的 我覺得那個 那個老師啊或是那個分析師啊一定是騙子啊 每天都有標的每天都有標的大長 每天都有標的大長 我在節目上 有沒有 唱過一首歌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你說這是沒有用的提示 我就有用給你看 什麼歌 舊愛還是最美 真的 難道要我再唱嗎 舊愛還是最美 有事本說不是 誰負了誰 好像有點走音 好沒關係走音你印象也深刻了吧 為什麼我說舊愛還是最美 因為大家看一下 我為什麼特別把我的績效排行榜拿出來 你會發現這些績效排行榜拿出來你一攤開 你會發現你標的就從這邊找 就OK了 你標的從這邊找就OK 這叫做舊愛 舊愛還是最美的 你為什麼看到 有些 股票明明就很強 你就偏偏要去找一個同類股族群裡頭 還沒起漲的結果真的有比較強嗎 沒有 其實 過去在軍工類股的時代就已經有這樣狀況了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 在那個操作軍工類股的時候有沒有發現 或者操作比如說觀光類股的 也是一樣 大家會發現強者很強 落後的 通常補漲就是一點點 強者就繼續強 所以你要買就要買最強 你去買那個落後 還沒起漲的我告訴大家真的不會比舊愛更好 比如說像我們隨便拿一張好不好 台新科好不好 台新科我們來看一下台新科 台新科 是不是講很久 從我記得4月份5月份 講到現在 我一直一直講 然後我們會員沒錯我們會員是進場在這邊低一點 然後你說 我講出來是 請你們幫我的會員抬轎 大哥 你這邊震盪震盪的時候進場買季不是到現在都沒有 賺錢 那你說 老師這沒什麼賺 還原全職一下好嗎 還原全職有沒有都賺 這邊震盪區間這麼久 我還常常在分享 你不會就去買嗎 如果你真的要我帶你跟你講說 多少錢 什麼時候進場買進 這法規規定 我們這是會員專屬 這畢竟會員這麼挺我 我當然只能跟會員講說 哪邊才是比較好的加碼點 那我講的這些舊愛你大家可以去 一檔一檔去翻一下 有沒有大跌的 對不對有沒有大跌 上全今天走勢是比較 兇一點點 但比較兇你不就可以去觀察一下是不是跌不下去可以進場 既然你想省錢 你不想要加入我們的行列 你要自己去看我就跟你提供了這些標的 我還給你提示我還跟大家提示說 舊愛還是最美 我就是希望大家你就是觀察這幾檔就好了 你觀察東觀察西你去找那個落後補掌 你去找那種還沒起掌的 不會比較好 比如說 我知道很多老師最近 東做西做像散彈槍一樣 我一直跟大家講你會發現我為什麼績銷這麼好 因為大家都是散彈槍 今天A漲停 明天B漲停 後天C漲停 然後每天都不一樣 每天都漲停 一根 比如說我知道華服 華服很多人有 好很多老師在叫為什麼我都沒叫 為什麼我沒叫 你看這一根其實坦白說如果單純從技術線型來講 我看起來真是非常漂亮 我也覺得漂亮 但是我就跟大家分享我跟別人哪裡不一樣 我操作股票不只是看 技術面 我要看產業面 華服做什麼的 車用車用我聽到就忍一半 沒興趣沒興趣你看別的老師 這一根大漲拿出來跟你炫耀你看我這邊震盪布局大漲了吧 那後面呢大跌只能跟你講基本面 在喬威也是做充電樁的你知我知大家知 對不對 然後呢 漲一根 馬上拿出來跟你炫耀你看喬威 漂亮漂亮 漂亮然後帶你去買這一根嗎 帶你去買這一根嗎 我一直跟大家講 不要去追高 追漲停 不要去追高追漲停你看追高追漲停之後 馬上跌下來了 馬上跌下來然後不承認說自己在這一根 叫大家較勁 那我有什麼辦法 好再來 一樣 重電三雄 重電三雄你看 中興電 昨天 有消息出來了 那其實重電三雄本來就已經 長太多了 長太多而且是 Old fashion Old fashion 然後很多人就很喜歡去做 然後呢 你看 以這一根來看 我確實也覺得蠻漂亮的 但我就沒有興趣 因為我現在就是專注在產業在哪裡 在AI 所以我都沒有受傷 我都沒有受傷 來這個 連續 暴跌大跌撤跌 你不管埋在哪裡 埋在這裡 死 對不對埋在這裡埋在這邊最低點 埋在這邊最低點都是死 你連埋在這邊你都死了 喔對不起不是死 是他好老 不是死 喔 這樣了解了吧 好所以你看中興電我們都沒碰啊 再來樂視綠能 我們之前是有碰到我租掉換股 好來所以你看這個樂視綠能這兩根 也許有些會員說 老師你為什麼那麼早出 那我就跟大家講 現在的資金現在的趨勢 都在AI 所以非AI 漲勢不順 你看這明明是這麼漂亮的漲勢 這麼漂亮的漲勢 漲停 再漲停 結果都可以瞬間全部殺下來 那你的老師 帶你去買這一根漲停 還是這一根漲停呢 不好意思現在報紙通殺 再來我覺得有些老師真的很妙 這就是我講的 喔 漲停每天都散彈牆 今天樂視綠能漲停 昨天中興電創新高 然後 在前幾天呢是 喬威漲停 這就是我講的 A漲停 B漲停 C漲停 我們就是那幾隻 那再來呢我覺得更妙的是前一陣子很熱 還有老師在跟你講 申保 連申保都拿出來講了 I真的 full of you了啦 Samba你看 本來沒什麼量突然爆大量兩根之後 掛掉 這種股票你要買買不到買到的時候就套牢 買這種 有什麼意義 那你看我說舊愛還是最美 舊愛還是最美 我們不要講太多 就講我每天念資在資 直接這個 字卡拿出來跟大家分享了 AI三雄輪流再創新高 現在AI就是當年的 等一下當年的航運可能會有人 會有不舒服的感覺 我要指的 航運是指當年 衝上去的那一段而不是跌下去的這一段 那 其實啊 大家都現在在槓條說航運航運航運 很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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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沒有想到當年 航運類股在大漲的時候那一波 多少百萬級的人 資產變成千萬級 多少千萬級的資產 變成億萬級的 比如說最懂航海的男人 炎藝財 對不對台華頭控的董事長 他這一波雖然說挺損的 但是他那一波大漲的時候賺了多少 為什麼沒人說 那所以現在 我為什麼說AI會重演當年這種 上去的航行 而且我覺得 AI跟航運類股有一點本質性的不同 我會在這禮拜六的講座 會跟大家分享 哪裡 本質性的不同 有要了解的 想要知道AI還怎麼操作會比較順 賺比較多 這星期六講座 你一定要來 好那再來呢 我跟大家分享怎麼扯遠的 我要跟大家分享 什麼叫做舊愛還是最美 舊愛還是最美 我說 你不要拿那些 我就跟大家分享 你去東坐西坐一下華府一下樂視女人中心店 那你根本還不如我們的AI三雄 你看一下我們AI三雄有沒有重疊 沒有 技嘉 今天是不是就收紅 廣達今天還在創新高 你說我 我都介紹這些股票 給我的會員抬轎 你為什麼不進場買 這邊下跌修正你就進場買 這邊下跌修正你就進場買 是不是都賺錢 都賺錢啊 我有沒有跟你每天A檔B檔C檔D檔 沒有我講來講去都是那幾檔 偉創 偉創我今天也敢跟你講 你看這幾檔是不是都賺錢 這幾檔都賺錢 去翻一下 去翻一下 我們買進的時間點都賺錢 你自己如果說你自己想進場操作的話 你當然是靠自己找回檔點啊 自己去了解一下操作策略啊 那你看 又有些人在下面留言我 你看我剛回來了 這邊我解釋完了 我解釋完了為什麼我不是在說 我不只是 當然也有一點炫耀績效的成分 也有啦我不否認啊 但是說真的我看好的就是這幾檔 再來呢還有人說我什麼 好像很好笑 好像很好笑 大哥 我跟大家分享 很多人啊很多老師在節目上 講出來的績效 都是做出來的 連抠訊都拿不出來 抠訊都拿不出來 抠訊自己做的美美的 那抠訊真的還假的 沒人知道 你看我們的抠訊都是哪一種的 我的抠訊都是原汁原味的 直接從什麼 LINE上面 截圖貼下來的 為什麼我們堅持用截圖 因為這沒有辦法作假 這比 相對比較難作假 好你覺得這難 比較也是有機會作假 沒關係啊 那我是不是有跟大家分享 你看 我的會員直接回給我昨天跟大家講 這不是我的 這是我會員傳給我的部位 我有馬賽克一檔 今天我會公佈這一檔是什麼 你看一下 這50% 60%的績效 你會覺得不可能 你覺得不可能 我告訴你 你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營業達60%有沒有可能 偽創66%有沒有可能 四星 現在不止2% 這一檔 現在也不止10% 所以你說這個5、6、10% 是不可能的嗎 我這邊只是想跟大家證明 是可能的你看 營業達60 偽創66 四星其實現在10幾啦 這一檔現在也是超過10%了 動不動就5、60% 動不動就5、60% 所以你要爆賺 你要大賺 你要跟誰做 答案很清楚 那為什麼我們 我們這一波操作的這麼好 就是因為我們看得懂產業 我們了解產業之後呢 我們搭配基本面 技術面 幫大家一檔一檔 找到各式的AI標股給大家 那至於大盤真的沒什麼好講的 大盤 Boring 無聊 就持續震盪震盪慢慢走高 那我都完全不擔心 我昨天也跟大家分享為什麼我不擔心 因為每股都還在創新高 然後我7月19號的時候就幫大家畫出來這個 這是道琼指數 的頭肩底形態 我都幫大家畫出來了 形態確定了 多頭就確定了 既然每股是偏多台股 會走空嗎 完全不用擔心 那今天 我們早上 早上我寫給大家圖 對不對 我早上在我的LINE上面 就是大家 我想大家加我的LINE有時候 好像沒有看到我的早盤 那其實我的早盤都有寫在我的LINE上面 大家去按一下功能鍵 功能鍵這邊下面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最新的撰報 你加入我的LINE之後 點進去這個最新的撰報 就可以看到今天有沒有 今天我有給到畫圖 跟大家講說大盤的分析 還有現在的狀況是什麼 講得一清二楚 大家可以加我的LINE 那我的LINE的部分呢 可以直接就是打開手機相機 掃描這個QR Code 就可以看到我的官方LINE 記得每天早上大概9點 9點05 給我一點時間 早上很早起來 你打開手機 手機相機 掃描這個QR Code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LINE 那如果想要用關鍵字的方式搜尋 小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另外我們的YouTube的頻道部分 記得 也要幫我訂閱按讚 並開啟小鈴鐺 畢竟這一波 全台灣 只有我最準 沒有人比我更準 而且績效 也是我最好 別人績效最高是230% 我的績效動不動 我最差最差的 這邊20% 25% 48% 我的放牛班 我的放牛班 是別人的 知憂生 那我的知憂生 別人根本就做不到 沒有啦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績效差距 有多大 我要跟大家分享 當行情來的時候你會發現 會做的老師跟不會做的老師 這個績效差距就越來越大 他們最多就10% 20% 會做的老師動不動就50% 60% 100% 信不信有100% 我們繼續看下去就知道 好所以以大盤來說我根本就覺得 就是震盪震盪走高因為每股都是 頭肩底型太成型了 道瓊指數是持續的再創新高根本不用在乎什麼 外資的買賣 那你說到升息升息已經確定了啦 7月就是會升息一碼 這機率已經99%了 我今天有看一下 台股有泡沫化為跟大家分享的一清二楚 那別人講盤 我就是跟你講 這裡買進 跟你解釋後盤 長起來跌破會怎樣 我就跟大家分享 我直接做給你看 我做什麼我們實戰派的7月 我們7月的波段多單 台子期5月18號進場 15865進場 進場之後 對不起這沒有改這是昨天因為這結算掉 我昨天在17300點 出場 我們這個波段單就賺了 1435點 所以不要覺得 老師你沒錄期貨節目是不是期貨做不好 不好意思我最近還有做個股期 而且個股期都賺錢我還不想公開我們個股期是做哪檔 到時候公開你就知道你絕對會嚇一跳 我們6月30號進場 這一筆的 期貨多單 6月30號進場期貨多單放到現在 16780點進場 現在呢 現在的價格是17126 波段我坐著都賺 我坐著都賺346點了 那我那時候跟大家講我們期貨創業家 我們期貨創業家就是目標一個月400點 你看346點離400點 是不是又很近了 我直接實戰給你看 不用囉嗦了 就是多頭了 那現在只是指數啊會持續震盪走高 那指數持續震盪 那當然就是看個股表現 那個股怎麼做 你說我講的訊息沒用 我跟你講的一清二楚 現在 道琼跟納斯達克誰比較強 納斯達克今年漲了40幾% 道琼 只有漲4%5%加上這幾天可能也漲了5-6%而已 差距10倍 所以資金都跑哪去 資金都跑到輝達 資金都跑到特斯拉 資金都跑到微軟 那你說 現在不是大家都在操作什麼 科技股 特別是什麼 車用跟AI 不過我們現在 全AI 我全力的佈局AI 因為AI才是現在未來10年的大主流大行情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的AI股一檔一檔開牌 都是大賺 為什麼你不在當時跟著我們一起去操作呢 比如說這一檔 這一檔我們看一下 AI鬼桑桑 7月6號蓋牌股 你看 我蓋牌股 一檔一檔打開 打開之後 大家都讚嘆 打開之後 大家都賺到2億 哪2億 失憶 還有回憶 那你為什麼不在我在開牌之前呢 跟著我們一起進場呢 7月6號我開牌 這檔AI鬼桑桑是什麼 我相信很多人猜到但是 我發現有很多本事猜到不太敢進場 因為老師這好高 還會在漲啊 你懷疑 你懷疑我做給你看 世心 對不對 AI鬼桑桑就是世心 開牌之後昨天漲停 昨天漲停呢 你就說老師 這個漲停沒有收起來 這個漲停沒有收起來 那如何 今天收盤價是不是又收高了 今天收盤價是不是又收高 有沒有持續不斷創新高 那我們呢 我們是漲停才跟你說 我們是漲停才佈局 的嗎 我們確實是漲停才跟你說 但是我們是在哪裡佈局的 我們是在第一檔震盪的時候 進場去做佈局 佈局完之後就慢慢墊高慢慢墊高 那為什麼我們那麼準確因為我不只是看技術面 我還看了什麼 基本面 營收有沒有大幅度的成長 有沒有真實較勁 大家看一下 很多老師現在都用圖啊 圖是做出來的 我們真實績效 就是直接LINE結下來 LINE結下來 有沒有7月3號進場買進 7月5號進場買進 世心 那時候才1845 1845還有1800的 那現在是多少 1800 1800 現在是多少 2150 買一張就等於中壓了吧 買一張 是不是180萬 180萬現在變成 215萬 哇 一張賺了多少 一張賺了多少 有沒有賺30萬了 一把 180萬變成了215萬 是不是賺了 快30 40萬了 那麼多 有沒有再來 7月6號有沒有持續的加碼 昨天我還在進場 昨天還在進場 有一些會員是在昨天才在進場 那為什麼你成本那麼高 因為你考慮 再三 因為你 錯過了這一 應該說 你之前呢你就在懷疑你在懷疑這幾個 最好的加碼點你沒進場只好買在相對的高點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分享這一波AI 真的非常好賺 這波的AI真的非常好賺 你真的要把握機會 在還沒有大漲之前真的要進場 你看一下 本來可以1800 1800 1845進場 結果最後呢 要到2050 才進場 就差了 10幾萬了 就差了10幾萬了吧 晚餐家 就差了10幾萬了 有沒有從這邊 少賺了10幾萬 那你看 有沒有真實的較勁 有沒有帶會員進場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都是有圖有真相 不是在跟人家作假 來看一下喔 我剛好有打給你 你資金全書買一張四星 之前有買一張四星 續報嗎 有沒有買四星 這個會員有沒有買四星 有沒有買 再來 這個會員 這個會員又是另外一個 他說 他說 早上有看到老師的四星 就是我較勁四星 立馬漲停 超強 你覺得 這樣會講這樣的話 會是我的小編 每天這樣子跟我回嗎 當然是真實的會員 再來另外一個 這個會員又是另外一個 我說什麼 昨天我說 因為我是 這個會員等級比較高一點點 是我打電話給他的 我打電話給他 給他之後我請他買 然後買完 我請他買完之後 我又 請他就是在line上面請他說 問一下你有沒有買到 剛剛應該有買 買到吧 2050的四星 來 2050的四星來看這邊 是不是我 昨天 2050的四星 昨天 2050的四星 再次證明我們是不是真實有較勁 有吧 然後他直接回我什麼 一個 對賬單 他直接回我對賬單代表 有買進 沒有錯吧 你看都賺錢 都賺錢 是不是有貧 有據 眼見啊 你是微貧 你要跟著什麼樣的老師 自己去想一下 難道你要去跟那種 圖卡 做出來 再來每天在跟你講秀寇訊都是假的直接做圖做出來的 我們是真 真實績 再來 你說四星只有這幾個嗎 沒有 再來四星 今天 這會員今天回我 跟著老師的腳步慢慢把之前他之前展賠跟我沒關係 這個 這個會員是6月20號才加入的 他說他已經就是會費什麼全部都回來了 全部都回來這個會員 大力光 大力光工程師 這一波 這樣子賺 從6月20號到現在 有快80萬 70幾80萬 什麼都回來了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 把之前產培的都補回來 他PO了這個對賬單 這個對賬單 就是我 有沒有昨天PO給大家的 一夜達60 微創66 四星其實現在不止2.6 這是之前的 這之前就佈局了 好所以呢你看 我們是不是 就是一檔一檔 都直接跟大家談在陽光下驗證出來 你說我有那麼有空去做這種 這種 系統的圖嗎 去每天去Photoshop嗎 不可能 對不對 好所以呢 昨天我跟大家PO這個圖的時候這個馬賽克是誰 這個馬賽克就是我們今天等一下 最後的羚羊 這最後的羚羊到底是哪一檔 最後的羚羊我們之前6月5號的蓋排股 大家不相信 很多人啊 猜到了 還在我的那個 YouTube下面 攻擊我 因為我那時候啊 這最後的羚羊到底是哪一檔 我先講好了 最後的羚羊是哪一檔呢 來最後的羚羊我給大家提示是什麼 AI伺服器的 大廠的子公司 資訊服務廠 現金殖利率 4.2 好啦 AI伺服器大廠 這檔超好拆的 這檔是什麼 就是 就是微軟 就是微軟啊 AI伺服器大廠 不就是 微創 技嘉廣達 來 再來資訊服務廠商 資訊服務廠商 我們一個一個數 技嘉 旗下沒有什麼上市櫃的子公司 所以 直接去掉了 廣達旗下子公司就只有哪兩家 鼎天 廣民 鼎天跟廣民都不是資訊服務的公司 再來 偽創旗下子公司有哪幾家 來 伺機 網路公司 他不是資訊服務的公司 微影伺服器公司 他不是資訊服務的公司 再來還有哪一檔 還有就是這一檔 微軟 偽創軟體公司 偽創軟體公司不就是資訊服務的廠商嗎 所以很多人猜到了 我恭喜有猜到的 朋友 而且你還要堅持下來 很多人沒有我 為什麼我跟大家講為什麼你要加入我跟著我一起做操作 因為 沒有我 你可能堅持不下去 前陣子我在講 偽創子公司的時候我就 獨缺微軟 因為這是我們的蓋排股 我不想講 然後呢 我又說 那個偽創軟體公司 偽影 還有企機都很強 有粉絲 不知道是可能猜到這一檔的 然後買了以後 稍微小套了一下 在我的留言板 板下面寫 偽創其下還有一檔 最軟的那一檔 最軟的那一檔 就那邊 就好像在那邊 超幹給我 老是這一檔 你猜到了 你還在賠錢 你還在賠錢 你可能自己停損出場了 那我們呢 我們堅持下去了 全部都賺錢 全部都賺錢 7月19號有沒有看到 創新高 持續的大賺 今天是不是就漲停了 再次驗證我們的起機 那為什麼 我們抱得下去 為什麼你抱得下去 大家去思考一下 這就是你為什麼要來找我 因為你別無選擇 我們就是看穿了 基本面 技術面跟產業面 來 產業面的部分 AI不用講了吧 偽創其下子公司 還有我講嗎 基本面 營收有沒有持續創新高 營收這就是漂亮 美股盈餘有沒有比去年同期更強 今年的第一季有沒有比去年同期更高 來有沒有較勁 我們持續不斷的在較勁較勁 來 5月23號 較勁 6月15號較勁 6月21號 較勁 116 7月5號持續的較勁 我們底部持續的加碼加碼再加碼 7月7號我跟大家講7月7號情我很開心 7月7號情我們持續的再加碼114 一路加碼 一路加碼 在7月11號的時候 你看 我就直接跟我的會員講喔 我說什麼 微軟 準備要噴 微軟準備要噴了 我7月11號就預告了啦 我還請我的會員請務必安全帶綁好 不要有點賺錢就想要獲利了結 投資股票就是要給他賺大的啦 不要去他那個一點點買菜錢啦 你看 千萬不要因小失大 千萬不要現在 千萬不要 要現在跳船 千萬不要現在跳船 因小失大 你看我的會員我照顧得好好的 因為我都有給我們的會員專屬的訊息你才能抱得住 抱得屌 今天 是不是全賺了 來 大家如果訊息不相信 我跟會員的對話 看一下好不好 來今天 微軟之前 布局 重壓 重壓很重要 重壓是不是才會大賺 重壓才會大賺 買個一張跟你在那邊炫耀 我這一張賺了80%100% 你有沒有感覺 一張 10 假設你買一張 假設你買一張10萬塊的股票 大賺兩倍 你有多少感覺 沒感覺 但是我中壓 你有100萬壓100萬 你有300萬壓300萬 你有500萬壓500萬 中壓大賺 是不是就大賺了 500萬10%就好了 我們不要算他配息 微軟還有賺配息 500萬10%是多少 就50萬了 對吧 500萬10%是50萬 那如果是賺20%不就100萬 你這樣資產他有翻倍的感覺 好所以你看一下 這個會員 我想他應該是開心的 重壓布局 他說很久沒有獲利這麼多了 很久沒有獲利這麼多了 會員這樣跟我講 有沒有會員這樣跟一個老師 這樣節目 在講的 當然我們這不是感謝 對不對 我說 會員跟我的回應是這樣子的 對不對 好所以你看 現在就是要抱得住才會大賺 你信不信我們的績銷就是568的 現在信了吧 因為我就是看對趨勢 堅持抱勞 一波大賺 來再來 這個會員也是 你看這麼多會員 這麼多會員的作證 你還不相信我真的 也是I feel you 你還是鄉君那種 那個沒有根據的圖卡 事後的 喔這裡買這裡買這裡買 當然他不會這樣跟我這樣跟你講 他說你看 你就是這裡買然後那裡買怎樣怎樣的 有意義嗎 我直接 講在前面 你驗證在後面 在還沒有掌停 在還沒有掌停之前 我們先進場 去做佈局 震盪震盪 就掌停 抱著抱著就掌停 來這個會員講什麼 他說 他說 我以前股票都抱不住 跌幾天就跑 賺都賺不多 現在有聽老師的話 都有抱勞 都有抱勞 抱勞都大賺你看他也是有什麼 之前什麼 我有老師 我有跟老師買6支 微軟 有看得清楚嗎 我有跟老師買6支微軟 再次印證我們都是有圖有真相 有摳訊有會員回應 夠了吧 你還有我舉什麼樣證明 留言呢 留言說我好小的 應該要道歉一下吧 好啦不用你道歉啦 我們是 很心胸寬大的 好 所以呢你說我們這些績效是不是真的 真的吧 好那我們現在要公開了 公開我們的排行榜 第6名 第6名是誰 又要再公開囉 第6名 就是微影 微影 是不是也之前講很久了 他是什麼 我們在端午節 端午節的蓋排股 微影端午節前 端午節前 蓋排股微影 也是超級好拆 AI產業受惠 伺服器代工廠的子公司 又是伺服器代工廠 伺服器代工廠 不就是 廣達技嘉偽創 還去掉幫你去掉了技嘉 因為技嘉沒有子公司 就只有廣達 跟偽創 喔來 所以 偽創旗下子公司是誰來這一檔 黃金第5虎是誰 很簡單啦 微影 微影我們其實做他兩波了 我們公開了以後漲停 再漲停 再漲停 雖然說這一根漲停 沒有收漲停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漲停就很重要 漲停代表他強勢 漲停他代表他後續還有機會繼續向上 所以 收了一個上限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的成本我也沒有帶我的會員追在這邊 我也沒有帶我會員追在這邊的相對的高點 然後稍微震盪一下我們有絕對成本優勢 震盪一下呢 又開始要收紅了 有沒有又開始收紅了 又開始 又要派起來了 又要再兇起來了 我問各位 如果你覺得我好笑 如果你覺得我現在 就是跟大家分享的標的 都沒有用 都是在幫我的會員抬轎 那你這個時間點為什麼在震盪的時候你不進場去買進 你如果在這個時間點進場去買進 你是不是一樣可以創新高再賺錢 你是不是一樣創新高再賺錢 你是不是一樣大漲 賺漲停 這裡明明就還有一個波段 我不是說舊愛還是最美 舊愛還是最美 微影我公開以後就是舊愛 舊愛有沒有還是繼續最美 我真的覺得 是不是同業派來的 有沒有持續創新高 創新高之後又震盪 震盪之後你說這邊是買點還是賣點 這我們要保留給我們的會員 這沒有辦法 你自己去看吧 也許我會出掉 那我們有看 基本面 美股盈餘也幫你看了 有沒有較勁 來 6月19號1200 6月22號 6月21號買進 買進 這是不是 有沒有 佈局 加碼再加碼 佈局 加碼 再加碼 投資股票要怎麼賺 要怎麼賺暴利 你說 這樣子賺下去 微影 有沒有賺66% 絕對有 最高2000你自己去除一下 最高2000有沒有賺66% 有沒有舊愛 他還是最美 沒有錯吧 都跟大家講在前面啊 所以呢 我們就不用再驗證了吧 因為時間有限 再來 第五名是誰 第五名 第五名 No.5 N31 N31 他獲利是68% N31其實我們之前在 5月的時候一直跟大家分享 N31 沒有人相信 然後他就一路向上不斷創新高 有沒有舊愛還是最美 當我在分享的時候回檔你是不是可以買 回檔你是不是都可以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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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最高也賺錢 我不用跟你講新標的 你看著我 你覺得我在跟你炫耀 但是是不是一檔 持續 漲不停的 好標的 我們給會員朋友 你看 我幫我的會員朋友看清楚的基本面 有沒有較勁 N31全部大漲續爆 壓力很大 我看很多人在賣 我會員跟我這樣講 我都不要怕 我一直都在你旁邊 對吧 我有說很多人啊 爆股票賺不到錢 因為你需要我 為什麼你需要我 因為在漲上去的時候你會懷疑 在跌下去的時候你也會懷疑 你不知道方向 所以你需要我 跟著我們一起進場去做操作吧 你看 N31續爆還不賣嗎 不賣不賣就是不賣 N31要不要再續爆 漲起來他一直很擔心 不是創新高嗎 有沒有N31要工漲停了不要賣 好 漲到沒感覺了才好 有沒有 所以N31 是不是就是我們有講 N31是不是就是有較勁 從 630 640左右 630 640左右一路一路漲漲漲漲你都有機會進場買進你都可以買只是你覺得我在炫耀 那 那我真的也沒辦法這都是好標的啊有沒有 N31從640最高漲到了 1075 15 漲夫68%去頭去尾你也賺50%了吧 去頭去尾也賺50%了吧 好再來 還有哪一檔 還有哪一檔來 第4名了 終於來到第4名了 第4名是哪一檔 也是大家很熟悉的 哪一檔 偽創啊 偽創啊偽創 其實啊 偽創我們沒有直接 帶訊息 偽創我們直接沒有帶訊息 我們是 在端午節 我們有一個活動 叫做黃金第5虎嘛 那時候如果沒有辦法買黃金第5虎的 我們就帶你去買偽創 我說 我會送大家一檔 清貸電話通知 就是這一檔 就是這一檔 好所以偽創 在端午節 進場 端午節進場大概是在這邊 進場之後就大漲 震盪之後又持續不斷的漲不停 這一波 坦白說已經漲了74%了 那我們有沒有真實較勁 來這個是最好 因為這些 其實還有打電話較勁的 這個是LINE較勁的 6月21號 端午節 端午節 當天 要休假的當天 我跟 你跟這個會員跟我講說可以進場什麼 我跟他講 IP 微信 全部除掉 換微影 你應該可以換一張 多的資金全部買偽創 重壓 重壓偽創 有沒有看到 重壓偽創 重壓偽創 沒有錯吧 所以偽創 是我們 那一陣子 有進來 我跟你講說我要 送你清貸一檔的 就是偽創 就是偽創 現在有沒有大漲74% 有沒有 到現在 還不是報勞 到現在 還不是獲利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要賺錢 要賺AI財 就是要把握機會 就是要快 玩一步 就會差 十幾 20萬 比如說像 剛剛跟大家講的 那個 我們的AI貴桑桑的四星 早進場跟晚進場差可能差20萬 再來我們6月20號 來加入我的這個 我剛剛跟大家講大力廣工程師 你看他跟我講 跟著老師的腳步慢慢把之前慘虧的 賺回來了 來他PO的對賬單 他PO的對賬單 來PO的對賬單 我看一下 你看是不是都是我們講的股票 銀葉達 偽創四星微軟 銀葉達66 偽創 52 四星13 微軟 8% 其實加配息是10幾%的 有沒有 這都是印證 真的是做得到 不是在跟你吹噓說 喔 560%假的 我們560%是來 真的啊 你看仔細看一下560%是來真的 所以我們7天27燈漲停 7天亮27燈漲停 績效是不是全國第一 而且我不是在跟你東一檔西檔 那一檔 ABCD每天像散彈牆 沒有我們是非常集中 因為 我說到做到 我說AI狂潮來襲 現在很多人在學我 這AI狂潮啊 你有沒有聽到電視在用 我先講的 AI狂潮來襲 AI狂潮是我先講的 現在很多人在學我 我說 2007年一顆蘋果救台灣 2023年AI救世主傳說現在才剛剛開始 所以財富重分配的大行情 現在正要啟動 所以你錯過了 真的會後悔一輩子 要跟 要賺 就跟全台績效最好的 全台績效第一名的我 GD老師 何基鼎GD老師跟著我走 AI標股一檔一檔賺給你看 如果你錯過這一次AI的大行情 你一定會後悔一輩子 想要跟我們一起佈局 AI的標股 可以透過下面的電話 或透過我們旁邊這個LINE 來直接跟我們聯繫 今天節目到這邊 祝大家 操作順利 我們 明天見 投資握力 放眼未來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融合 總金面 基本面 技術面 面面俱到的投資方式 掌握股價 關鍵買賣點 歡迎加入我的 相關媒體頻道 加入之後 記得要按讚 訂閱加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 摩爾證券頭部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 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 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